5月27日,谢霆锋、荣祖儿、联同老板杨寿成在中联办进行支票移交 将银环集团捐出的200多元上款支票交与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手中 上款商货会经中联办全数博卷给中国红十字会 准备稍后启程到灾区探访的Joy表示会做好心理准备 相信自己的乐观性格可以为灾区小朋友带来很多正面的信息和欢乐 至于是否会遇到余蓁的情况 Joy探验最好是不要遇到 但还没有过多的考虑过 自己心里面也有准备 但是我不知道我会看到什么东西 但是我都尽量希望能够把我自己个人本身比较乐观的一面 带给他们 然后希望他们都有一种正能量送给他们 就是给他们一些开心一点的感觉 我自己跟自己说 无论看到什么东西 尽量的保持平静 不要太激动 因为那些反应都会直接可能影响到对方的 所以想过太多的负面的事情 如果真的遇到的话 我想都应该是保持冷静 最好的不要发生 永远不要再发生 被问及久违露面的Twins 会否出席6月1日的大型筹款活动 Joy透露Twins也很关注灾情 也有捐款 但会否参加活动 他也不太清楚 这方面我不清楚 这方面我不清楚 但是之前我有听说过 他有一些去想到 那个 那个 西川的那个 正在的那个 想法 但是我没有 知道他就是 最后有没有出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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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